首届中美电视节在好莱坞派拉门剧院开幕 中美电视节的红毯上星光熠熠 中外影视名流环具一堂 盛装出席中美电视的嘉年华 请看报道 首届中美电视节及颁奖典礼 在好莱坞派拉门剧院闪亮登场 中美电影节红毯上是群星璀璨 观盖云集 中美电影人纷纷走上红毯 向影迷们致意问候 并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 随后参加中美电影节的颁奖典礼 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两国都有着巨大的电视市场和庞大的观众数 我想中美电视节的举办 可以促进两国电视产业的发展 并且对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理解 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今天很高兴电视剧的第一次的云展 然后重新云集 很开心 幸福有配方 这次有参展 这是我们的导演 董毅导演 更高兴的是这一届把电视单元 提升成了电视节 因为我本身我一直觉得自己 虽然也拍电影 但我觉得自己出身还是电视人 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 增进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苏主席创办的这个中美电影节 这是第十三届 也是第一届正式的中美电视节 我非常非常的荣幸 能够参加这个电视节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中国电影 中美电影节 这次又增加了一个电视节 所以对于我们影视界的朋友 特别是居住在美国的朋友 真的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所以我们一定会来参加 我希望我以后再能拍点好的作品 能够再过来 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来中美 中美电视节参加 我觉得很高兴 还是头一次吗 肯定每年 是一年最高兴的 一定是一年最高兴的 我是第八届的最佳男演员 后来连续来了四次 看到这个电影节是 一届比一届红火 来参加的作品一届比一届多 来的业内的精英人物 也是越来越多 感触量身越办越好 希望中国电影 在美国在世界 取得更大的成就 环球东方记者 吕玉冲 洛杉金采访报道